公領域跟私領域的話 兩個加起來的預算 只要25萬到35萬 存到錢買下人生中的第一個房子 要入住的時候往往發現 我沒有準備到裝潢的預算 總不能湊合的過吧 我們找到專門接高客單的室內設計業者 他結合了系統和家具 推出了各式各樣套裝的室內裝潢設計 幫助我們小資族手購族 輕鬆成家囉 Molly和Debbie 你們公司是可以提供這樣的服務 從玄關到了客廳 還有臥室家具的搭配 都一戰式的幫我解決 像我跟妹妹都是年輕人 所以我們更能夠體會說 我們同儕之間同事之間會有高通膨 高房價的壓力 我們公司經營了30年 是不是可以整合這些資源來服務 小坪樹手購族的這些族群們 利用設計師的巧思 設計出一戰式的空間解決方案 讓屋主來我們這邊的時候 可以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哇那真的迫不及待了 我想現在就去看看到底會呈現什麼樣的風格 套裝總共有八種風格 不過我很好奇現在最受歡迎的是哪些 五一良品風跟現代琴舌風 五一風它其實是台灣人很喜歡的一個風格 我們的Muji風它是結合系統櫃還有木工的素材 系統櫃採用淺色的木紋加上白色的門板 搭配了松木格棧 讓它可以更加有層次感 表面上沒有上漆沒有上色 更加貼近Muji風自然淳樸的特色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青奢風 裡面你看到的灰色沙發還有上面的抱枕 其實都含在套裝裡面 真的太划算了 現代青奢風是大家很喜歡的風格嘛 普遍會覺得說這個價格會偏高 所以我們就用一些小巧思 利用系統櫃結合一些特殊的材質 展現出青奢風的感覺 家具啊利用大理石紋 結上金屬的鐵角 千鳥格的單影也是精品最常使用的風格 讓整個空間有一種奢華的感覺 實用性也兼顧了 這麼大的桌子 不論是餐桌或者是書桌都相當好用耶 現代的房子普遍是偏小 大家有可能買了餐桌跟餐邊櫃之後 發現門板會打不開 對 結合這兩個 讓大家可以兼顧實用性 又可以同時有用餐的功能 套裝有各式各樣系統櫃的運用 竟然有弧形的系統櫃 普遍印象中系統櫃很絲板 四四方方 莫蘭迪峰這一塊 運用一些加工的技巧 系統櫃是淺色的 門板上面我們做弧形的加工 材質像雪用織布紋的 低調中有帶一點活潑的感覺 空間不會看起來那麼沉悶 這麼多的風格 我覺得有一個是我們小資組手購組 非常缺步的 但是你們的套裝裡面 竟然有美式古典風 美式的風格啊 最注重的就是線條 灰色系的門板去搭配金屬 現代的風格會更加凸顯出來 線條上面的加工費用會是最貴的 我們選用的是工廠訂製 省去掉人工的費用 更節省預算 說到私領域囉 在套裝裡面私領域會含有什麼呢 臥室的套裝裡面含有的 當然是不可或缺的床組還有床墊 加上衣櫃化妝台跟床邊櫃也都是在我們的表配裡面 哇那這樣子擺下去就是一個功能相當強大的臥室了 我們系統櫃都是使用德國的進口板材 家具都是我們精挑細選 燒歐洲的進口家具 床組跟沙發質感都是一百分的 但是我很擔心一點是 我家跟現場又長得不一樣 應該是需要來我家丈量的吧 當然雖然我們是訂製化的家具 其實還是都可以到現場去量身訂做 木工油漆水電啊 我們都有自己的工班 家家種種起來 兩個月以內絕對可以完成沒有問題 這麼有質感的套裝到底預算要抓多少 工領域跟私領域的話 兩個加起來的預算只要25萬到35萬 這樣的一筆預算 從設計到施工開始裝潢最後家具的擺飾 一條龍的服務都幫我們設想到了 而且免兼工費免帳糧費 工期又幫我們抓在兩個月以內 真的是比一般的家具套組還要划算耶 最除致口餅是本当了 特別貴心也是很嘈若 你可以 Weg到中国餐廳中度 留 somebody,坐馬 上叫 不用了 你可以 crisis說